歡迎大家收聽 收睇 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我希望今年我們做多些好的節目給你看看 不過有些人說我不能罵客人大聲一點 我請人上來就沒理由抓住他罵了 不過今天這位我們都會有些火花 這個就是我以前在立法會的同事 亦都是法律界別人知崇高地位 因為以前是大律師公會主席 亦都是現在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議員 Ronnie 多謝你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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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謝Ronnie 因為最近他都上過來了 我亦都很多謝他 這麼忙 這麼快又再來 這次來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當然想說一下一地兩檢 法治 甚至大律師公會 在今個月的18日有些主席和執委的選舉 很多話要說的 先問一下Ronnie 有一個最近我和退休的政務官說起 我說我會有湯家驊上來我的節目 問問他做甚麼轉態 其實你應該說很多次 不過現在那些政務官或者退休的都很上心 你再說多次 簡單點 你有沒有轉態 我覺得我是沒有 但如果別人覺得我轉態 這個我管不了 我控制不了 為甚麼會 我是反對起高鐵 我不是一定反對一地兩檢 如果一地兩檢是違反基本法的 我會反對 但如果一地兩檢不違反基本法 我是不會反對 你當年也是反對的 我反對起高鐵 但當年我們討論一地兩檢 你沒有反對的 我是我提出一地兩檢的問題出來的 你提出 但你有沒有說 在香港實態一地兩檢 是不可能的 當時我是看不到有甚麼解決方法 其實是不可能的 我記得有一句Ronnie 我整個跳起 我做立法會議員 我沒有需要 沒有責任幫政府解決問題 我早25年 我不是說幫政府解決 我幫香港解決問題 那你做甚麼 你做議員的時候 你真的 他講了些話你都反對他嗎 因為我覺得 高鐵是不值得 花那麼多錢去建 所以當時是反對建高鐵 既然我反對建高鐵 我怎會幫特區政府 去想辦法 怎樣建好高鐵呢 在邏輯上 這個思維是不正確的 對不起 但是那個一地兩檢 你當年都覺得 看著你拿來的基本法 是沒有條文可應付 相當困難的 相當困難 相當困難 阿曾鈺成說過 沒有得搞 他說他看運 他說了很多年 他下個星期上來 他說 沒有辦法 在基本法裏面 可以搞 那你現在又說有得搞 Ronnie 所以我們就有點混淆 OK 我想這個是一個法律問題 那你用一下 講講法律原則 不要那麼深 不要那麼耐 對不起 這個問題是深的 OK 你要用心思考一下 想清楚 其實整個問題 就是在於 是不是符合 基本法第十八條 是 OK 那大家現在轉頭都念得出的了 第十八條 就是 內地的法律 是不可以在香港實施 是 它寫的就是這麼簡單的 是 但是為什麼去理解這個條文呢 那麼大家就要明白 在普通法之下 就一些解釋條文 是由法庭去提出一些指導的原則 那麼我們的中審庭 在無數有關於基本法的條文 他們都定下了兩個最基本的原則 第一 就是基本法是一個前前性的文件 就是說不是一個故暴自封的文件 會隨著社會改變 第二 這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基本法條文 是應該從一個叫做目的 或者是用意的基礎去解釋 英文叫做pursive interpretation 如果你翻查任何的終審庭的判決 你都會看到這句字眼 那什麼叫做用意或者目的呢 我覺得你就需要看看第十八條 然後問自一個問題 就是十八條是用來做什麼的 OK 那我覺得那個十八條 你覺得是用來做什麼的 它的用意和目的呢 就是避免內地的法律 全國性的法律 在香港全港性實施 繼而影響到一國兩制 社會的環境 特別是削弱到香港人 在基本法第三章所保障的自由和權利 這個就是十八條的精髓 不是啊 避免在全香港實施 所以你就留了個尾巴 就是現在不是全香港上可以實施 我們不是理解的 劉慧卿你聽我說我行不行 你說了很久的了 先生 你繼續說 那你請我上來要我說 你沒理由 但你無緣無故說全香港實施 這個是邏輯性 對不起 是普通常識 所以全國性的法律 如果在香港實施 它意味著是全香港實施的 而那個用意 就不要削弱一國兩制 或者削弱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 那如果你說有些安排 是沒有違反到這個原則呢 可不可以都仍然覺得 它是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呢 我覺得這個是有得討論的 所以呢 這個這樣的看法 本身是一個法律依據 劉慧卿 你可以說 我不同意這個法律依據 你可以說這個法律依據是錯的 但你不可以說這個法律依據不存在 因為這個法律依據 是根據普通法 終審庭所定下的 解釋基本法的原則 定出來的 這件事 其實最簡單的 就是 如果大家要挑戰 這個一地兩檢 那就從這個法律途徑去挑戰 最終希望終審庭 會就這個問題提出一些見解 但我自己就很有信心 終審庭的見解 和我剛才提出的見解 會是非常相近的 你的見解 終審庭呢 對不起 終審庭的見解 就不會很簡單地說 從字面上看 我看不到有任何 可以符合第十八條的解讀 終審庭不會這麼簡單地說 終審庭會好像我剛才說 是從它的用意和目的去全面全譯 第十八條 所以在這方面 如果有人很斬釘切鐵地說 一地兩檢一定是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 我是比較難被說服 第二點 同樣重要 在整個構思方面 其實是引用一個深圳灣的租借模式 當你是租借一個地方的時候 地的主權都在你的手上 但是租借的管理權 就在租借者的手上 那是司法官的權 司法官的權 司法官都在他手上 租了給別人就他管了嗎 當然 不會 怎麼會不是 兄姐 你生活在香港幾十年了 是不是 你都明白 我們大部分 包括我自己 大部分人都生活在租借地那裏 租借地是用滿清法律 中國法律 還是英國法律 你答吧 你用那些 我以為你是租借地區給別人 那你是業主 他就是租借 但是你沒理由 租借地就是他管理的 怎麼會租借地不准管理 你連他香港的法律都不可以進去那裏 兄姐 你會不會租借房間給別人 以後限定你十點中一條關燈 那些當然不可以 限定你不可以看電視 這個問題是 這個是租借自己決定的 我們香港來說 在基本法之下 整個香港那個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管理權 就是我們的法院去管的 你現在找了一塊出來 就是沒得管了 我明白 你作為大律師公會的前主席 你覺得這個是沒有選香港的高度自治 沒有選香港的高度自治 我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很簡單 任何人都應該明白 包括你 離開香港的關口 就是離開香港境內 就是鄰居的範圍 那你需要接受鄰居的法律 是一個普通常識的問題 是不是 是普通常識的問題 假如這個租借的模式 正如我剛才所說 是不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 那就是不違反基本法 不違反基本法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模式去處理這個基本法寫的時候 沒有出現過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所說的 終審庭不斷強調的 前瞻性的憲制性文件的特色 去解釋憲法和解釋法律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法律通常是針對一些很細緻的問題 都要處理 但因為憲法是一個廣義的 前瞻性的原則性的文件 它有很多細緻的東西 它未必會顧及 但是你要從一個大的原則 去看這個問題 大的原則 就是香港社會和香港人 日常生活的權利和自由 是不可以受影響的 這個就是大的原則 如果你在關口 你不會影響香港人的生活 因為你喜歡回大陸的 你才會去的 你不喜歡回大陸你不去的 甚至說我不喜歡地鐵 那就不要坐地鐵 你坐飛機、船、車都可以 這是不會影響香港人的生活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人有自決權 他可以自己決定 我會否回大陸 如果我回大陸 我坐不坐高鐵 這個權在一個香港人的手裡 既然是這樣 這個滑帶地出來 是沒有規範到他日常生活 你和我的自由的權利 兄姐 我來這裡不是說服你 我知道說服你很困難 不是你解釋 給一些網民 我解釋了 我解釋了 我明白 有些人因為政治的立場 他們不會接受任何法律的原則 因為我理解 你說完了 我問你 我問你 法律原則是不可以扭曲的 有班大律師 叫大律師公會 還有一些教授 各樣東西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政治的立場 好像佳華說 他們就不同意政府現在這個做法 也都說是找不到一個法律的基礎去做的 你又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 你怎樣回應你的大律師的朋友 是不是他們都有很多政治目的 在這裡 我剛才已經回應了 我極之尊重我的同行一些不同的意見 我也都希望同行都尊重不同的意見 不過如果你說這件事裡面 是絕對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得持平 不得全面 可能也都不得專業 因為如果你專業的話 你是應該要考慮到 我剛才所提及的終審庭 解釋基本法的基本原則 如果你不去討論這個問題 只是說要抓住基本法 找哪一條是適用的 你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說找人都找不到那條 有哪條是適用的 對不起 我已經混亂了 有很多條 適用的 第七條 第154條 第189條 第188條 對不起 是基本法社那些 我知道 千萬不要混淆 OK 大律師公會的立場就是 這些所有都不適用 為甚麼呢 因為違反第18條 所以關鍵就是第18條 如果是不違反第18條的話 我剛才所提及的 所有條文都是適用的 記住 基本法是前瞻性的 前瞻性就是容許你發展的 我不覺得 即是怎樣 即是未有寫在這裏 你發展都可以 現在有寫在這裏 第七條寫在這裏 第154條寫 154條就是香港有權 成立關口 去設立出入境的安排 第七條就可以租地方給別人 這些是有寫了的 我明白 如果寫了這條文 是違反18條 我同意 整件事都行不通 但如果不是違反第18條 那就行得通 即是你現在說 不違反18條 最基本的原因 即是我聽得明白的 就是因為18條說 全國性的法律 全國性的法律 如果在香港全部的香港地方 實施 就不行了 但如果全國性的法律 在香港一部份仔裏實施 就行了 是否這樣 你剛才沒有留心聽 我剛才所說的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不可以影響到香港居民的 基本權利和自由 以及不可以影響一國兩制 人家現在說 就是你那個小小 就沒有了司法官的權 不過你說那個小小 你不可以用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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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圖 你不可以用雞圖 雞圈圈 不可以這樣 你一定要從一個客觀的事實去看 就是你建了一個出入警站 這個出入警站 對一國兩制和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力 有幾大威脅 你要平心正氣 忠肯地去看這個事實 然後你作出一個答案 我現在不是要說服你正如我所說 我也不是要說服 在網上很多反對這件事的人 或者昨天 一萬位出來遊行的人 一個多元的社會 有很多人對重大議題 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如果你這個意見出來 是很絕對性的 就是一定永遠都不行 而漠視了我剛才所說的法律原則 對不起 我就覺得這些說法 不能全面 他們有些都不是說永遠都不行 他覺得沒有了所謂英文的Due Process 就是程序 對不起 現在是有Due Process的 Due Process就是 這個我也都需要講講 我亦都覺得 譬如有些人 我都很尊重的 例如譚慧珠 他自己本身都是大律師 他有些說法我都不認同 他前幾天公開說了 人大常委的決定就是法律 這個我不認同 人大常委的決定是一個有法律效力的決定 但不是法律 對不起 如果是法律的話 香港就不用本地立法了 但現在香港是需要本地立法的 就算他有法律 除非他放在附件三 他不可以當是法律 所以這個說法是錯的 但是他是有法律效力的 這個法律效力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結果 在內地來說 因為內地的出入境關口 是一個全國性的關口 就不是廣東省的關口 所以是要人大常委會 作決定批准他們在香港的西九站 設立一個關口 這是他們那邊的事 香港這邊是需要經過一個立法的過程 這個就是你剛才所說的Due Process 這個立法的過程很簡單 就是香港政府如果要設立一個關口 必須有法例賦予它的權力 界定它的範圍 以及規定在一個關口裏面 什麼事可以發生 什麼事可以做 什麼事不可以做 所有這些事情都要經過立例去處理 而在我們香港有幸是有一個先例 我們可以看過深圳灣的例子 如果你有看過深圳灣香港口岸條例 裡面的條文 你可以意味到將來 如果政府提出過草案上來 立法會那些條文會是怎樣的 其中有一條條文是相當重要的 這條條文就是說 在深圳灣那裡 雖然那個地方不是香港的 但是被視為香港境內 這個香港境內 如果被視為香港境內的時候 在那裡發生的任何的情形 都是由香港的司法體系去處理 雖然那個地方是香港境內 雖然那個地方是香港境內 因為在法律上是香港境內 所以我們就有司法管轄權 同樣道理如果將它反過來 在內地的關口那一邊 那條條例就會被視為不是香港境內 所以那裡發生的事情 就會由內地的法律去處理 但是在香港關口的一邊 你未出境之前 所有基本法的所有條文 香港保障所有居民的權利 和自由的法律都是適用的 香港的法庭司法管轄權 仍然存在 是無絲毫損害的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從一個宏觀的角度看 設立一個一地兩檢的關口 用一個租借的模式 未必一定是不符合基本法 林鄭月娥就說這個是大好事 我是不是每天要搞一單 你會不會認為它是大好事 我覺得如果引起那麼大社會爭拗 大家有去到相當敵視對方的心態和懲罰 這種情況就肯定不是好事 同一個經濟或者運輸發展的角度 當然是會是一個好事 這個我認同 但是大家觀點與不同的角度 看一件事得出的結果不同 同樣地我是絕對理解 我一向都認為香港是一個很開明 多元化的地方 兄姐你可以叫我上來 你可以持一個意見 我持一個意見 大家可以喝杯水 不好意思 我走去招呼你 這是香港的特色 我覺得這個完全問題 一點都不是問題 其實大陸司公會 我昨天也提及了 18日就有改選了 今次一石擊起千蟲浪 有人出來挑戰現任主席 有得選其實是最好的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就說就是有得選 否則大陸司公會都不會出聲明 我不知道 不過你呢 你都歸了邊 你是支持現任主席 對不起 對不起兄姐 如果你有上網看我寫一篇短訊 林寧國他們那邊就放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放在大陸司公會的網站 不是 他們的選舉網站 我沒有看 不好意思 你講過給大家聽 我所說的就是 我希望大陸司公會 是不會成為一個政治鬥生場所 我希望大陸司公會 盡量是持平 專業地去看一些複雜 和敏感的政治上的問題 我的原意是這樣的 但經過今次大陸司公會的聲明出來 其實我又覺得 現在現任的大陸司的團隊 這個執位 和挑戰局的團隊 其實分別可能不是很大 所以你退出了 你不支持他 我不需要的 不過我覺得 兩者之間要我取捨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你現在怎樣 我現在要想一下 我覺得 其實誰當選 其實對我來說 在現在的角度體 不是很重要 其實本來呢 你是支持現任的 即是他還未出過聲明 那時候 他的立場 你是支持 出了聲明 你就說不要搞了 你不就是和大啟司一樣 大啟司是稱讚他的聲明 那現在怎樣搞 你剛才說過 業界可以自行決定 你會不會覺得 現在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地方 我覺得肯定是增加了 還是政治鬥爭 因為這個聲明裏邊 有些用詞 是比較 比較激烈的 其實我們也有討論過 閹國英文 英國用什麼字 我和石永泰最近 在電台節目 大家爭論了一番 不過這就沒有on air 現在 你現在說 什麼字 你的英文這麼聰明 我都無謂 我都無謂 無謂了 你自己慢慢去看 我只是覺得 一個專業片體出的聲明 我轉來希望他們可以 心平氣和一些 持平一些 去討論這些敏感性的問題 否則 其實對於化解社會的對立 其實沒什麼大的幫助 那你看了他的聲明之後 你有沒有打電話跟他們說 你們出過這樣的聲明 有沒有說 我當然有跟他們討論過 當然是 出了之後 當然是 我沒有可能 我真的嘗試影響大律師公會 執委的立場 我到現在 對不起 我必須要澄清 為免明天又有人斷章取義 不是 斷章取義 我是尊重大律師公會的立場 正如我所說 任何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是絕對尊重的 我只不過希望 在這些敏感性的討論之中 大家盡量避免用一些 比較激烈一點的延遲 這就對於化解香港現在的對立情況 是沒有什麼大的幫助 我只是希望這樣 我相信 對於化解在大律師公會裡面的矛盾 就是有些幫助 因為馬上有些人說 你真是好事了 不過你再說一次 你自己怎麼理解你們公會裡面的 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在這件事裡面 我其實是沒有跟任何一位執委討論過 不是執委 我說你整個公會裡面 你們有幾千幾個大律師 大律師有 這個是千幾個 對 你怎麼理解他們 有沒有人打電話來讚你 或者罵你 一定讚和罵都有 因為本身我們的行業裡 都有很強烈不同的意見 所以這次選舉真的很刺激 這個不是第一次 我們其實都試過不少次有爭論 這是好事 我覺得是令到我們的法律界 多些人關心大律師公會執委的工作 有幫助 很多人都覺得 不關我的事 你不能煩我了 總之我選了你 你就處理了所有任何問題 你處理好了 我覺得這個 在某個程度上是對的 但當你出現一些社會重大的爭議性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應該去盡量去思考一下 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你們那個選舉方法和律師會 律師會那次有一次很激烈的 就是因為他們有授權票的 你們有沒有授權票 我們有授權票 現在都已經是如火如荼的了 那些授權票 那時候律師會就拿了很多授權票 誰知道那一晚那班律師自己全部出線花很多 排了大隊 你記不記得 我記得 我堆倒了會長那次 那班人在那裡哭 所以這次我都不敢看 我都比較難去想像 結果情況會怎樣 正如我所說 我覺得 其實結果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即是如果兩個都是這樣的立場 即是如果兩個都是這樣的看法 其實不會有什麼大分別 是不是 不是啊 如果選了出來 因為現在這個是被人罵他 因為他自己下面有個小組委員會 談完完 對一地兩檢 他又不出聲 然後他出了幾百字出來 又說 我們叫政府說一下他的意見 那就被人大罵了 對不起 我不會評論 周圍會內部的討論 不是內部是公開的 對不起 不是公開的 是內部討論的 這些我不會評論 你自己說 Ronny 你是其中一個成員 大律師公會的 你覺得公會現在應該怎樣處理一個良仔 很明顯你好知覺得現在大律師公會出的聲明 你就不覺得很恰當 他沒有 我不要這麼說 正如我有個不同的看法 他沒有說服到我 他有考慮到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法律依據 這個是一個 我希望將來他們會繼續去 他在這方面多一些看法的表達 還有他好像有一句很厲害的 有些報紙放了大標題就是 最大的倒退 這二十年來 你同意嗎 如果是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條 我很難看到為什麼會是很大的倒退 所以 因為他沒有考慮到你剛才提過的因素 所以他得到結論 他又說加上是大 另外一點 另外一點都重要 另外一點都令到我有感到不安的 就是他處理人大常委會的態度 以及他的說法 他說人大常委會就是 浸就是法律 即是說符合做符合 不是嗎 很多市民都這麼說 又說什麼 一言九鼎 我不同意一言九鼎這四個字 對不起 李菲其實不應該說這句話 不過不要緊 這個題外話 在香港這個制度裏面 回歸了之後 我們必須要承認 我們的司法制度是有所改變的 我們司法制度的改變 不只是成立了一個終審庭 終審庭的權力 一直都是一國兩制一個最矛盾的地方 但如果大家看看《基本法》 其實寫得很清楚 我們第158條就是 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的終審庭 可以解釋《基本法》 有關香港內部事務的條文 但如果遇上一些中央負責的條文 或者是中港關係的條文 就應該提請人大常委會去釋法 這個大家按照 都念得出 《基本法》沒有提到的 就是國家憲法的問題 國家憲法的問題 我相信中審庭是有權解釋 但它未必是有一個終極的解釋權 這個應該都仍然留在人大常委會那邊 即是說 如果你涉及一個中港關係的憲制性議題的時候 如果人大常委會去處理 你不可以單單是因為這樣的 根據制度之下的安排 就說有選法制 你不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一定要明白 這個比較複雜一些 全世界簡單來說 是有兩種法律制度 一種叫做普通法 一種叫做歐律法或者大陸法 中國是屬於歐陸法或者大陸法 英國是屬於普通法 香港過去百多年都是普通法 普通法和歐律法 其中一個很大的不同地方 就是在普通法裏面 所有憲制性的問題 都會交給法庭去處理 透過一個司法訴訟的模式 去解決憲制上的問題 這是普通法的特色 但是在歐陸法裏面 其實你可以留意到 其實全世界有近一百個國家 他們採用歐陸法 他們會有一個叫做憲法法庭 這個憲法法庭不是一般的法庭 它就是說將憲制出現的問題 會交給法庭以外的另外一個機構 這個機構叫做憲法法庭去處理 而因為歐陸法是用 審查式 普通法是要對立式 所以憲法法庭的功能 就不是跟立法會的立法功能 或者一般法庭的司法裁決功能 是一樣的 是分開的 這個你可以說是權力分隔的體現 在大陸法裏面 它可以是不需要用法庭去處理一些憲法性的文件 這個憲法性的文件由憲法法庭處理 你可以說它都是法庭的一種 但它不是一般的法庭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沒有人會覺得 如果將憲法的問題擺在憲法法庭處理 就是有違法治 沒有人會這樣說 即是人大常委就是憲法法庭嗎 不是 不是人大常委會 人大常委會 它沒有叫自己做憲法法庭 但在內地這個單一制裏面 他們人大常委會 是集行政和憲法最高權力機關於一身 它的地位是等同一個憲法法庭的地位 它不是一個法庭 但它是等同這個地位 亦都有權力 亦都有權力 所以當它作出一些關乎憲法的決定的時候 你不可以單單是因為它作出一個決定本身 就說這個是有違法治 你必須要看這個決定的內容 是不是違反法治 你只是同意梁愛思說 大律師公會是不屬中國憲法 我不敢批評大律師公會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大律師公會 尤其是執委會 是應該多些了解中國憲法 因為我同意 最近他們接訪京回來 我以為它 我以為它對於中國的體制 是有認知和有了解 特別是怎樣去跟香港的制度結合 因為習主席都說了 我們要將國家的制度 和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特別的制度 結合起來 才可以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他說要全面管治香港 這個高度自治 不知道去了哪裏 他說的是背後的權力 他不是說全面管治 現在不是全面管治 他難道現在管我們何時可以關燈 何時可以吃飯 那樣就不用的 不會的 不過他一直收縮那些 那這是政治問題 對不起 我所說的是憲法的問題 即制度上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我們要面對的 不只是一個法治的問題 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我最後問你一個制度的問題 梁愛施我都問過他的 就是我們的法庭 尤其是終審法院 對於人大的決定 或者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有沒有司法管治權 因為吳嘉寧案 就說有的 後來梁愛施司長 就逼他 這個終審庭 要做個澄清 但澄清就是說他很尊重 現在大律師公會都出來說尊重 人大 現在有沒有那個管治權 因為如果香港的法院有 這個是他的行為 他做了個決定 可不可以這樣拿去 這個是沒有的 要等到你立法會立了法 就說你這條法例違反 我想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 你都講講你的看法 我覺得如果是涉及內地 或者中央本核範圍之內的決定 我相信中審庭是沒有監察團 正如我所講 因為如果人大常委會處理 中國內部的事情 或者中央管轄範圍那邊的事情 這個是他們的權力範圍之內 包括我們 香港範圍、自治範圍之內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值得去討論 以及深究的一個問題 到現在中審庭沒有一個完全確實的判決 我自己個人認為 這些問題我希望不會發生 因為會發生就會引起很多 法律以外的政治爭拗 令到香港更加不穩定 但是肯定在內地的事務方面 或者是中央管轄範圍那方面的決定 我肯定覺得中審庭是沒有管轄的 當然了,不關我們事 但是涉及到我們一地兩檢 你現在很活生 有一個建議 對不起,阿卿姐 一地兩檢這件事 正如我剛才解釋 第十八條 是一個關乎中港關係的問題 所以是他們的 中港關係是他們的 中港關係是他們的 港是我們的 是兩份 《機関法》第一百五十八條 不是這麼寫的 麻煩你再回去看清楚 第一百五十八條說的 如果涉及中央事務或者中港關係的問題 這個是要人大去處理 人大上委去處理 如果是退一步 那就立法 你說這麼多象皮同章 在立法會 一定會立到 立了就有人去挑戰 這個是香港人的權利 絕對會發生 現在也有一單在 那法院就可以理了 它會受理 但最終決定怎樣 我想比較難去定位 你覺得他要釋法來處理 我不覺得一定要釋法 對不起 但是有釋法的可能性 但是因為正如你所說 現在有單官司在進行 我們不宜公開去討論法庭 應該怎樣判 因為如果是這樣 可能是犯了藐視法庭罪 對法庭帶來一些不必願的壓力 我們只可以從一個法律的原則去討論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如果是涉及第十八條的解釋 這個很肯定根據第十八條的規定 是屬於要去人大常委會那邊解釋 但是如果法庭自己可以處理得到 是不需要涉及一個 對基本法第十八條一個終極的解釋的話 我覺得未必需要釋法 這就要視乎訴訟雙方 到法庭面前的時候 他們提出什麼理據 會不會引致一個第十八條的解釋 一個中心的爭論 如果是有的 就有機會釋法 我相信實有 現在個個吵得那麼緊 都是十八條而已 因為十八條 就像是有疫情所說的 看遍都沒有權利 不過今天就很感謝湯家驊議員來跟我們討論 可能將來在事態如何發展 如果湯家驊議員願意的話 都會再請他來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你 感谢观看